那扶摩店逃走了三十六天更七十二地煞星 你就是其中一个 宋贤问问没想到 竟然有人搞诈骗搞到了他头上 就在几分钟前 他还意气风发的跟一帮城里大官聊天打批 对方还一口一个大人的称呼 这可是他在梦里才遇到过的场景 老宋异常自豪的介绍自己 官员一听瞬间蒙圈 吃到嘴里的西瓜 立马吐了出来 当场发出阵阵嘲笑 宋强丝毫不觉得尴尬 脸不红心不跳的普及起官场知识 亏你们还是朝廷的大官 连这些都不知道 俺们县里有规矩 鸭丝也分第一名和第二名 中间的差距可大了去了 结果等来的却是更大的嘲笑 下一秒 宋强直接被扔出队伍 他引以为豪的压司职位 你们这帮凡人懂个毛 他牵着马独自离开 不料刚走没两步 却撞见了入云龙 公孙胜 双方通报姓名后 立马互吹了一波彩虹皮 老宋急事与的名号 可不是白来的 一开口就询问有啥需要帮忙的 公孙胜当场切换忽悠模式 会声会色的讲述起 吴泰卫勿走妖魔的故事 曾经有一个爱吃鲁虾摇的红老头 这哥们是个纯纯的唯物主义者 仗着吹胡子瞪眼的绝技 强行打开了伏魔殿 欲红而开 四个大字赫然显现 突然间地动山摇 天空一声巨响 天罡地霞闪亮登场 公孙胜这一番话 也就能哄哄其他人 可惜偏偏遇到了宋江 哥可是立志要进入体制的男人 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 唯物主义的信念 只会比红老头更坚决 但急事与就是急事与 即便再不相信 表面也得给足面子 我就笑笑不说话 看你怎么忽悠 你过去有赵本山卖拐的本事 但我绝对不是脑袋大脖子粗的范围 公孙胜当场提出合作异象 表示要和他联手抢劫生辰刚 到时候二一天作武 反正是不义之才 不抢白不抢啊 宋江真的是那天纲地煞的星竹 当真是 压死弹去无防 眼看宋江没被忽悠 公孙胜决定使出大招 他要亲手毁灭对方的唯物主义信念 二等爷想饮酒吗 退下 二等妖孽还不开走 老道士嘴角勾起 大袖一甩 竟凭空变出一碗二锅头 随即直接递给宋江 小样就不信忽悠不缺你 宋江假装敏了一口 先生变化的好久 公孙胜的表演还在继续 他猛的抬头 冲着宋江背后一声大喝 下一秒 直接抽出宝剑 砍断树枝 断口树竟冒出了心血 眼看老宋依旧无动于衷 公孙胜没办法 只要奔出压枪底的绝技 他满心欢喜的以为 宋江肯定被唬住了 可万万没想到 这点小伎俩压根蛮不够 拥有九年义务教育背景的宋江 你终于装完了 退后 接下来轮到我装了 魔术被当场戳穿 公孙胜尴尬极了 既然无法做到智商压制 那就只能靠唇嘴钝了 这帮英雄们最吃这一套了 宋哥啊 咱哥们行走江湖 讲的就是个劫富济贫 异字当头 下一秒 宋江通的战气 你乃天子供养的道士 你当中军而为 我听你说了多事了 早就不耐烦了 宋亚斯 你想怎么样 先生后面有人 趁着对方转头之际 宋江当场拔剑砍去 不料却被公孙胜轻松闪开 眨眼间又被禁身 七里咔嚓两招被制服 公孙胜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原来大名鼎鼎的吉时宇 干起家里竟然是个大菜鸡 小宋啊 就你这两下子 乖乖待在家里 做个宅男多好 非得学人家出来混江湖 你宋江是聪明 可我也不是傻叉 花音落下 他直接窜进玉米地 打算就此开溜 不料宋江却死追着不放 公孙胜眼看甩不掉 于是瞬间转身 常见直指对方咽喉 我他妈给你脸了是吧 我劝先生还是将宋江杀了灭口 否则只要我活着 就会举报你截取圣神纲 我公孙胜不是那贪财的强盗 未报不平寻访意识 结了那不义之财 散之于民 我要是真杀了你 这世上就少了吉时于民 就算为了剧情着想 他也不敢动手 可偏偏这狗屁膏药 也必须甩掉 公孙胜毕竟是大宋顶级的魔术师 袖抛一挥 甩出一把粉面子 趁机窜出了二里地 几秒钟后 当地的治安部门终于赶到 哥哥 是不是那个道人要害你 宋压司 就怕你日后不肯做强盗 却做了强盗的头 公孙老道是看过剧本的 一句话预言了宋江的未来 稍后我去把那座山烧了 截断溪流 把溪水放干之后 我看能不能抓得到 天王真是好大气魄呀 这个嚣张奉化的男人 正是水浒传中最大的冤大头 拖塔天王朝盖 就在不久前 入云龙公孙盛 疯狂忽悠宋江 想让他出马截取生辰刚 可惜老宋压根不买账 当场戳穿了他的所有把戏 甚至打算动手抓住公孙盛 无奈他的武力值实在拉胯 险些被当场反杀 宋江回到县衙后 立马将情况写成文字 汇报给县长 宋江无奈 只好招呼小弟们开动 结果忙了三天 愣是没有半点收获 当晚 插翅虎雷恒 路过一座破庙 正巧碰上一个大汉 睁着眼睛呼呼大睡 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让小弟将其抓住 雷恒压根不废话 当即一肘子敲晕他 文官早说 也算有了收获 就在这时 宋江慢悠悠走出来 一眼看出对方不是公孙盛 雷恒瞬间急眼了 哥呀 你管他是不是 咱就直接咬死了他 要不然你就得扛嘴 那也不能捕风捉影 我老宋行走江湖还得要脸呢 忙活了一晚上 宋江肚子饿得咕咕叫 干脆招呼兄弟们 去东西村蹭顿早饭 刚走没两步 他突然灵光一闪 竟然公孙盛要解香辰刚 肯定那条江湖上有名号的大牢 而运城县 方圆六百里 能跟及时与宋江齐名的 也就是拖塔天王朝盖了 为了测试朝盖到底有多牛 他直接把随身的钱包扔进湖里 而后大摇大摆来到朝村长家 一帮人直接疯狂开吃 你们这儿怎么没有 东西村才有的野羊肉 和大溪里的三尺大鱼 管家差点一口盐气水喷出来 你听听自己说的诗人话吗 现在才早上六点 我到哪儿去给你找野羊和大鱼 方才来的路上 宋江不慎 丢失了赵文代 不知能否寻买 也是朝盖大气 换成一般小心眼的人 恐怕直接就骂人了 一大早来混饭吃也就算了 还提出这么多过分要求 你叫几个装客 去找宋雅司的赵文代 再找几个装客 随我去抓野羊和大鱼 雷恒眼看朝盖当了针 立马窜起来 表示自己不过开个玩笑 毕竟在基层工作 很多事都需要当地大佬配合 也不好把关系闹僵 稍后我去把那座山烧了 截断溪流 把溪水放干之后 我看能不能抓得到 天王真是好大气魄呀 朝盖在路过门房时 无意间看到了被吊弃的刘堂 于是跑过去询问缘由 刘堂一听说 对方竟是朝盖 当场哭着喊着要认大哥 天王哥哥你快救我呀 本着行走江湖 一字当头的原则 朝盖二话不说 认下小弟 以后有我一口就有你一口 等那帮捕快要走的时候 你只管扯着嗓子喊我舅舅 其他的我来摆平 关注我下期再见 喜欢的观众 记得意见三连多多转发